宋濤的部分先區分兩個東西 一個是他的談話 他的內容 另外一個就是 為什麼習近平用這個人 跟宋濤這個人 這是兩個不同的層面 來觀察這個現象 那我們先講宋濤這個人 宋濤原來是中聯部的部長 那就是處理中共 跟其他國家的政黨關係 尤其是重中之重 就是處理跟北韓的關係 那宋濤曾經算是習近平的人 就是說他以前跟習近平 算是習近平的下屬 那用宋濤的話 因為他現在並沒有 中央委員的身份 所以呢 理論上他如果國台辦主任 要跟其他地方打交道的時候 可能位置有所不夠 那有人就會擔心說 你這樣子的話 還能幫台商來解決一些問題嗎 對不對 那黨內可能其他人 不會賣面子給你嘛 對不對 那我說現在為什麼 還要幫台灣 給台商解決問題 現在是收割的階段 台商是已經到了 要被收割的階段 如果找一個有實權的人物 來幫台商奔走解決問題 那我怎麼收割台商 意思就是說 你看中共現在對阿里巴巴 對螞蟻金服 對滴滴出行 還有一大堆大型民營企業 都在做收割 就是共同呼籲 叫做產業監管 所以中共的那個收割 將來肯定要針對台商而來 現在是針對自己本國的大型民營企業都在下手 怎麼可能換過台商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他財政壓力太大 所以叫大家 比如說個人來講 藝人 網紅什麼電視節目什麼來賓什麼組織人 補稅 就是查你逃漏稅 補稅 然後呢 比如說要你那個企業來負擔員工的核酸檢測費用 你不肯付的話 那就查你逃漏稅 對 罰款 本來要你付200萬人民幣 現在你罰款可能是1000萬人民幣 你想一想算了算了 還是那個 交這個費用 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各種收割 各種那個 為解決財政危機而做的這個變相加稅 查逃漏稅 這種行為 層出不窮 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這個財政問題 所以呢 你現在 很難去 這個評估 宋濤 因為他其實 不是真的要來幫台商解決問題 他應該是直接聽命於習近平 那習近平當然這邊的話 中央這邊的話 很可能就是已經對台商也沒有容易照顧了 已經進入到收割的階段 好 接下來的話就是要注意一個內容 他提和平 你剛剛提到他的談話 這裡面其實有很大的誤會 因為有人以為 國民黨講和平 然後台灣的民意的話 這一次民進黨選舉算是敗選 那很可能大家會認為說 你民進黨執政的話 可能會帶來戰爭的危機 可能性 所以呢 民心可能要 希望有和平 那國民黨也整天講說 選民進黨就是選戰爭 好像選國民黨就是選和平 所以和平好像在台灣內部有一點在 炒熱 被炒熱這個話題 所以 有人是認為說 共產黨 中共可能就藉這個局面來提和平 好想要這個影響到台灣內部的政治動向對不對 我說這個解讀可能只對不到一半 有更重要的原因 我現在講一個情況 就是當年 這個是西方外交史的一個經典案例 當年英國 普魯魯士俄國要對這個 拿破崙的法國 來發動組成聯軍來把法國打敗的時候 那個 英國首相 那個 那個 迪士雷爾跟那個 奧地利 奧地利首相 梅特略 研究了一個和平 最低的和平解決方案 給拿破崙 拿破崙拒絕 拒絕以後 大家知道沒辦法了 只能組成聯軍來對抗法國 結果法國在後來 拿破崙 就是所謂那個 滑鐵爐之一戰敗 這個意思告訴你 為了發動戰爭有正當性 我要先提出和平解決方案 透過外交努力 讓和平被拒絕 證明和平已經絕望 於是只有開戰 現在如果中共要對台灣開戰的話 一定要先提和平統一方案 然後讓台灣這邊如果接受很好 不接受的話拒絕的話 那就證明和平統一已經絕望 所以呢 只能武力統一 只能開戰 所以中共提和平就是開戰的鋪排 是準備開戰的序曲 前奏 他要證明和平解決破局 因為他一定會把台灣踩在下面 把台灣的主權壓下來 你就是台灣交出主權 主權歸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下統一 那台灣怎麼可能接受 台灣不接受 好你拒絕嘛 拒絕的話就開打 所以這樣來著 所以現在他提和平 反而是危險 他如果只是部署飛彈 針對台灣的話 那反而沒事 為什麼 因為戰爭不是這樣打的 戰爭一定要先證明和平破局 反過來講 和平要怎麼怎麼追求 和平不是簽協議 和平是建軍備戰準備打 我準備打你 你準備打我 兩邊好像很緊張 可是呢 雙方都沒有必勝的把握 都不敢輕易開戰 結果僵局就是和平 和平是來自於僵局 是雙方建軍備戰準備開打 就打不下去 就是和平了 很多人都不了解 以為和平就可以減少國防開支 太下相反 你因為有龐大的國防開支 有龐大的武力 你的和平不是建立在你的善意 而是建立在對方不敢對你有惡意 很多人沒有搞清楚這一點 所以和平的本質在這裡 瑞士不是中立國嗎 整天建軍備戰 以色列不是小國嗎 一樣啊 整天建軍備戰 所以他們有和平 至少可以維持一下和平 所以台灣的話 一定要追求強大國防 強硬的那個路線 然後來雙方 就是台灣大陸之間 雙方僵持 反而是和平 和平是這樣來的 不是說我們很開心很高興 跟對方簽和平協議 和平不是依賴對方的善意 請記住這一點 和平是因為對方不敢對你有惡意 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 在中共的眼中 國民黨也是搞台獨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講一中各表 你只要台灣的主權 不承認說他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就是搞台獨 即便中華民國 對 你講一中各表 就是你講中華民國 他那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這個就是搞台獨 所以國民黨不了解 在中共的定義之下 遲早國民黨會被定義為搞台獨 他已經說要暗獨了 他說華獨 暗獨都可以 反正遲早將來就是浮上來 你也是搞台獨 你只要不像我下跪 你只要不把台灣的主權交過來 屬於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 你就是搞台獨 就這麼簡單 就中共的定義就很簡單 你投降就是 國民黨將來投降的話 就會像以前那個 國共內戰後期 像中共投降的國軍一樣 被拿來當炮灰犧牲掉 因為你不是我的人 香港人只是說 他們想要這個 延續一國兩制的50年 他們50年那個部分 可以自己決定那個制度 跟雙普選你承諾的 他還被說成港獨啊 你不聽話就是港獨 就是 這中共的邏輯很容易了解的 這不是什麼大學問嘛 所以 對我們台灣這邊來講 很多人不了解 以為還有一中各表 我們把一中表成中華民國 沒這個機會 為什麼 1992年的時候 中共的那個改革開放 還剛剛在啟動而已 他可以讓步 可以等條件起變化 現在他認為他是大國 他的條件起變化 他會把以前的那個東西推翻 不再承認 這是 所以有人說 中共沒有遵守血液的這個概念 不守信用 這當然的事情嘛 一旦條件改變的話 他要重新來了嘛 所以呢 1992年的東西 怎麼現在可以重新來 當然不是啊 一定是重新被解釋 這個 九二共識 就是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按照他的東西來解釋 那你 你能夠接受嗎 你不能接受 所以國民黨一定要覺醒 台灣這個 台海的和平 不是靠你國民黨認為的 對中國大陸的善意來的 而是要讓中共 不敢對你台灣有惡意 大家一定要了解這一點 否則的話 你在中共的定義下 你就是台獨 不聽話就是台獨 只不過台灣的議題呢 現在是越來越重要 因此呢 有學者都認為說 其實台海的議題 已經這個結構化 而且國際化 就像呢 不只是美國 日本 還有澳洲很多的國家呢 在做相關的這個備戰準備 另外呢 這個首次有前北約組織的 卸任的秘書長呢 最近呢 就在台灣訪問 那他就曾經呢 認為說應該要有一個亞洲北約 全球應該要來保衛台灣 所以這樣 宋濤這個議題之外 因為中共 這個台灣問題的國際化 我們也看到 像中共的王毅啊 跟秦剛啊 在外交的這個 一把手 二把手就位啊 就被解讀說 可能有戰狼2.0 再加上這個宋濤進行這個國內 對台灣內部跟國際的統戰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一盤旗在打 那我想要請問這個廖董 你怎麼觀察 中共國台辦現在喊 這麼直接說 我要跟台灣有事之事 所謂的協商國家統一 我先回應那個 吳老師前一段嘛 他說後中共時代 中國怎麼走啊 其實中國內部很多人 在討論這個問題 他們他們現在想 中國如果真的走入民主 中國人沒有受過民主訓練 也沒有民主精神 怎麼走民主 他們寄望於台灣 台灣成為他們的民主範本 甚至台灣的有勢之勢 他們還希望我們到中國 去帶領他們 這是我這兩天 跟很多中國學者 討論這個問題 就這套憲法 跟他們相關的解釋 拿過去用就可以 所以為什麼說 中共有很多國粉 他們都很清楚 中國早晚要走入民主 但是他們怎麼走 他從來都沒有這種概念 怎麼走民主 最後還是以台灣為範本 這個是我當然先回應一下 至於說宋濤這個事情 不是他講和平 他以前那些什麼 什麼威脅利誘 什麼文攻武嚇就沒有了 是改換人做的 中共一直在大選權 對台灣文攻武嚇 結果最後反效果 一直都是這樣 他今年變聰明了一點點 他嘴巴講和平 文攻武嚇 讓他的同路人來做 就是他所謂的 島內的有勢之勢 說我們幫他幹這個事 他們不是在 正在做這個事嗎 他們講了哪一句話 不是在恐嚇我們 就這些島內的 這些紅色代理人這些 在替中共做這些 所謂的所謂的恐嚇的事情 文攻武嚇就由他們來做 並沒有任何改變 中共軍事還是繼續做 像中共俄羅斯在這個 東海這邊聯合軍演 也是很罕見 所以我是說 習近平的個性 他已經把事情走到極端 然後遇到挫折 他會縮回來 他現在極端還沒走到 所以他現在還去挑釁美國 挑釁日本 我就問你 但凡一個有一點腦袋的人 他怎麼可能同時挑戰 日本跟美國跟台灣 日美日台三國合起來 共產黨怎麼玩 他是沒有任何勝算的 但是他還是要去挑釁人家 是個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從他個人的 個性去分析 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只要你堅定你的意志 他會向你投降 他會扶軟的 就看他現在用宋濤這個人 也是這個意思 什麼叫觸統 中國什麼時候沒有觸統過 你這個話又在幫 在中共威脅台灣是嗎 共產黨現在經濟垮成這樣 他拿什麼打你 我們很簡單 是吧 戰爭是打錢 如果說中國現在經濟 像是以前那種騰飛的時代 你說中國來打台灣 我真的會信 你現在告訴我我真的不信 因為他內部的問題 比什麼都嚴重 很多時候他就是因為 要轉移內部矛盾外部化 這個也是外行人在說的話 都已經一塌糊塗了 他連軍隊都不一定調動得動 黃帝是不拆二兵的 什麼叫二兵 他基本上是讓那些官員有錢貪 大家才會聽 所以他現在還要倒查30年 說我跟你講軍方那些貪污的狀況 都不會比二樓時期輕 所以這樣一來 整個體制內所有的官員 所有的軍方 被他倒查30年 大家都嚇得色色發抖 剛好江澤民就是腐敗製國 讓軍方去做走私等等的 剛好30年 就是從江澤民也來了整個 你有聽過軍方可以做生意 我是經歷過這一段的人 軍方是真的可以做生意 可以走私 他們軍方的體的傳統有多腐敗 你現在經濟不好 我已經沒有辦法貪了 你還要倒查我30年 你就知道 他是不是能夠再指揮起 這麼大的一個體系 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中國人是不到最後一分鐘 他是不會爆發的 你知道嗎 你沒有把他壓到極致 威脅到他的生活 生存的 他是不會爆發的 他是有很好的忍耐性的 但是這個時候我認為 習近平已經把所有人都逼到牆角 包括他把他自己也逼到牆角 把盟國把他自己把他的對手 把軍方把公務員全部都逼到牆角 這個時候就看誰先攤牌 大家都在攤牌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 小小一個白子會變成這樣 沒有他背後的勢力在折衝的話 我真的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所以這個就是習近平現在最大的問題 也不要把他再來恐嚇台灣 我真沒有覺得他有那麼大的能量 已經是一個落敗的亡國 我就問你 中國今天到底有什麼 你們覺得他到底有什麼 你們把他看得 親共挺共 你們把共產黨看得那麼厲害 他到底現在有什麼 你告訴我 這全世界被這樣過街老鼠的打 他能拿出什麼東西來給你看 所以真的回顧一下 這當年1989那時候 本來有一個良性轉變的可能 但是後來這個六四鎮壓之後 一路然後又鎮壓法輪功 一路的讓中國變得 越來越離良性轉型的可能性 越來越遠 然後這麼多的問題走下去 到最後把自己阻絕了 對啊 這沒錯 那個時候鄧小平不是說 拿幾萬人的面 換中國二十年 三十年的穩定嗎 確實啊 他太了解中國人了 中國人之後 我開兩把槍你們就乖 至少可以乖三十年 現在不一樣 現在因為我是見過 見過風景的人 突然要把我拉回來對不對 所以現在又不一樣 而且三十年也過了 對 確實過了 是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 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有